人生建议,北美留学生千万别太老实 大家好,这里是特特,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话我想结合我过去两年时间在加拿大留学的经历和大家讲一下 哪些事情上千万不要太老实 那第一个是跟学校相关的 因为学校其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资源 比如说有一个课你自己搞不懂 那说不定你是有一些TA的这种review sessions 那么你就大胆的去参加 然后教授的office hour积极的去报名,去向教授请教 加拿大留学生哪怕是在学签期间也是可以打工赚钱的 就到找工作,要改简历,改cover letter 还有准备面试这样的内容 那过去一年的时间呢 我就是在多大的生涯中心担任lead career peer advisor 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和同学们进行appointment 然后帮助大家比如说改简历,改cover letter 准备面试,做好的找工作 所以说学校有这样的资源就一定要用起来 要不然你的学费就搭水漂了 生活方面,其实加拿大这边的生活成本 尤其是多伦多还是比较高的 其中一个比较大头的就是电信的计划 上来的时候可能是四五十加币一个月 而且它也就可能个位数是20GB的流量 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是会经常换电信provider的 因为很多provider他对于老客户都一点都不珍惜 就很像你跟一个渣男谈恋爱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不珍惜你 你要跟他分手了,你要换取别家的provider了 他就一个劲儿给你打电话想要挽留你 我就是建议大家直接换provider就行了 不要去跟他们negotiate 因为跟他们negotiate 遇到比较好的sales prep 你可能也就negotiate成功了 给你换一个便宜的plan 但是很多时候negotiation的成本是很高的 而且你也不一定能够遇到特别好的sales prep 第二个的我们经常去grocery shopping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收到一个不是perfect condition 我们是可以拿去refund 大家就不要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 就是说不好意思怎么样的 去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问他们能不能price match price match的话就是说他们的competitor 比如说有个更低的价格 我们就去问能不能price match到这一家的价格 很多时候都是可以的 尤其是在家居店 当时有一个经历就是去买床 他们本来跟我说了一个很贵的价格 然后说我在隔壁家看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床 然后是多少钱 他们说我们可以price match 所以说又省了一大笔 而且还是几百刀 最后一个我想提醒大家 这个电信诈骗其实在这边也是很多的 经常会收到一些你什么包裹 运输什么的 给你打电话或者给你发的网信 大家接到这种电话 你不管是真的假的 你都可以先把它挂掉 因为其实这边主要的一些重要信息 它是通过邮件来进行沟通的 所以说如果他打电话没成功 他一定会给你发邮件的 如果说你打了电话 你把那个电话给挂了 后面又没有邮件了 多半就说明这是一个骗子 对于不接电话和挂电话这种情况 大家就是放心的不要去接它 接起来 他们那边可能也会知道 这个人是会接电话的 他们就会更多的去打给你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点新账片 大概我就想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可能之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在北美生活的一些tips 如果大家对于北美留学这些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我下一期视频的话 可以和大家揭秘一下 我在加拿大是怎么找 兼职实习 工资是多少 进行一个大揭秘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别忘了关注我 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